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天天天用户的特权再次升级了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提问 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15大奖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的情感作家苏勤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 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于济进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演员孔林孔老师 欢迎孔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孔老师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家民朋友的一些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相处已经两年多了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我俩还算是彼此了解 半年前他家里边要求 我俩订婚 在他老家那边买一套房子 自打工作已来到现在所有的积蓄 算是换做这一套房子 那么来济南以后呢 他要给我提出 要在济南那边买房子 毕竟我也是农村出身 总不能问家里边张口要这个钱 他现在就逼着我 如果不在济南买的话 就要跟我退婚 我现在是愁得天天睡不着觉 我一听他说这个为了房子 我天天愁得睡不着觉 你能感觉到 其实这位先生 在他的心里 好像还深深地爱着那个女人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张 30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瘦 女主人公小刘 32岁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口腔医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 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您是牙医是吧 对 谈了一年多 两年了是吧 两年了 怎么认识的 你是他病人 补牙的时候认识的 是 真的 真的 好嘛 还有大夫对病人下手的 是病人对大夫下手的 好 你说说怎么下的手 在两年之前 然后那个当时他去济南进修 然后我当时去看牙 去他所在证所 他非常热情 而且很温柔 这个外表各方面 然后我就留着他电话号码 我就经常约他吃饭 你就给了 没有 他给我要好几次 到最后给我同事要的 后来呢 后来然后就时间长了以后 就慢慢慢慢熟悉了以后 然后我俩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订婚了是吧 订婚了 我俩 说实话 因为这个订婚这一块 也闹得挺厉害 当时订婚 他家里边给我提了个条件 说你必须得在这地方买套房 哦 你们俩不在一个地方是吧 对 我在济南 他在老家 老家是哪的 老家疗层的 当时我就感觉非常诧异 因为我在济南 待了这么多年 我对济南比较熟 而且我去他老家那地方 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做 所以说我就不想 在那地方买房子 因为我 既然不去那地方发展 我为什么在那地方买房子 对对对 当时不是那什么吗 我们家的风俗吗 家出去的闺女泡出水吗 必须得有家吗 得有房子吗 你没房子住 让别人也看笑话 我父母面子上也挂不上去 我知道 当时说实话 为你家这个面子考虑的话 我也可以将就一下 也可以迁就一下 但是我总感觉 跟我说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毕竟我不回去发展 你迁就了吗 迁就了 真在聊成就买了房子 这就把婚定下了 定下了 因为我当时确实奔着 我俩结婚去了 这房子不是买了吗 怎么在这个小片里 又提到房子的事 这个房子是买了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他在老家那边 我在济南 因为我俩订婚了 也就算准夫妻了 我想我俩在一块 我想两地分居 我就跟他家里边说 我说不行 就让他过去 跟我一块到济南去 然后他家里就当时跟我说 你去行 到时候在济南再买套房子 是你说的行吗 你对我父母承诺的 当时你说了 我半年之内 在济南付个首付 然后我没再买一套房子 我当时只是为了 想让咱俩在一块 那你这不是欺骗我吗 欺骗我的家人吗 我并不是欺骗 当时我确实想让咱俩在一块 因为我感觉你去了济南 我心里边又有着落了 所以说 你说买房子这事 我当时吧 可能一激动 说吐鲁嘴了 说吐鲁嘴 这事还能说吐鲁嘴 去没去啊 去了 但是这半年 半年也看过好几套房子 他始终就拖延我 不买什么糟了 我没有敷衍你 只不过我手头确实没有钱了 这些积蓄都放在 聊从那套房子上了 那房子可以租出去啊 现在咱也租不着 你又跟我提 你说租出去 你感觉租出去合适吗 咱俩那个房子刚下来 咱俩都还没租 你就租给别人 这怎么了 就在济南 就现在卡在济南那套房子上了 是吧 是 打算买吗还 打算买 但是我感觉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现在确实拿不出 这么多钱了 当时不是也跟你商量了 让你父母把家里的地 给房子卖了吗 他们来济南住 你感觉这样合适吗 把地把房子都卖了 他们住哪 他们吃什么呀 他们现在可以先租个房子 等他济南买了房子之后 把他们接过来不得了吗 别人怎么看我 是不是我逼着父母上凉山了 那种感觉 他们怎么看 现在不是好多都是把父母接到大城了来住吗 他们肯定就说儿子会好了 把爹娘给接过来 父母现在也不是年龄也大了吗 在家种地 我也不想让他父母在家种地 然后不是我们打算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吗 他父母也催着要孩子 我不是想着要完孩子之后 让他父母也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 能够看孩子吗 我也是这样想着 他就说我有私心 这一块你连想都不用想 如果你让我父母卖地卖房子的话 就是即便你脏了这个口 我也脏不了这口 那房子你到底买不买 再说你回家的时候 我父母问起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回家 你老是说我没有诚意 我不想买这房子 之前我不也跟你一块 看了很多房子吗 在济南 你看房子你都在推辞我 你跟我去 但去了回来之后 你都说房子不行 这房子不行 那房子不行 首付差多少 总共差十来万 借点呗 当时我找他朋友借了点钱 也找我朋友借了 他就不乐意了 你说你借钱 你总不能借到我老板那里去吧 你老板不是你发小吗 也是你同学啊 在他那借钱 再说我也在我朋友那借钱了 又不是光在你 咱不是想着 把房子赶紧买下来吗 买下来房子之后 把父母接过来住 咱们一起住多好 他虽然私下 他是我发小 但是在工作上 他是我领导 他是我上司 我不想让你把生活 还有这个工作 你搅在一块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今天来就是因为我俩 这中间 具体在井南买房子 不买房子这个事 我俩现在闹得非常僵 而且之前吧 可能我话说的也太重了 他现在在老家 我去了几次 他叫他他也不回来 也不跟我去 回娘家了 他知道我在他朋友那借钱了 回来之后骂我 又在家又摔东西 让我滚 还说分就分吧 我知道你有压力 我也有压力 我都没提出分手 你把分手说出来了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 我当时确实非常压抑 那种情景下 那种情况下 我被压着 我都喘不过气来 所以说当时我可能说话 说得重了一些 现在我同学 他们都是有家有房子 然后还有孩子 我现在我还是特别着急 年龄也不小了 也想有个孩子 然后把父母接过来 我是这样想的 我都跟你说过 我说以后像这种 你这个朋友天孩子了 那个朋友装修房子了 这种话题 你不要再跟我聊 为什么 我就感觉非常敏感 你一说我就头都大了 是你提的分手是吧 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 我要去找过他 他现在确实 他不跟我回济南了 那你去聊成呗 房子也有了 工作也有了 都解决了 因为我说了 我从小地方到大城市 然后不可能 再从大城市再回小地方 济南那边 有我的固定客户 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来 我现在真的压力挺大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该给他继续走下去 还是 明白了 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今天你们 也有50%的 可能会分手 对吧 是 那彩礼还退吗 退 那房子退吗 退 哦 退啊 行吗 不行 我不 就不分手是吧 嗯 不要这些东西 嗯 要吗 如果分手的话 你要这些东西吗 你先告诉我 那是后话 没有 咱们先把后话说清楚 你要吗 要 那姑娘的这两年的青春怎么办呢 我也当过青春 哦 你也搭了青春了 既然当时没有经济条件 为什么要跟姑娘和姑娘家承诺 在济南买房呢 我当时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一种欺骗行为 算欺骗 算欺骗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需要核实一下 当时在辽城买房子 姑娘有没有说过说 不买我就不结这个婚 是在逼迫之下 还是实际谈了一下 男生就买了 说过 说不买房就不结婚是吧 说过 那是真心话吗 真心话 真心话 也是为了就是朋友吧 家人吧 就感觉 感觉以后结婚 有面了 而且就像我朋友吧 在济南 他们也有在济南 在老家买房子 每次逢年过节 都能回家 所以攀比还挺害人的 你心里有这个男人吗 以前有 什么时候没有了 这次生气以后吧 好了 该问的都问过了 我们就看到了 所谓温馨的一面 也看到了现实和残酷的一面 到底这段情感 怎么办呢 老师们有些什么高见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现在经常很多人说 说这个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但我今天突然发现 太以结婚为目的 而且是只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让人感觉怎么那么公立 姑娘我要告诉你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让我觉得特别害怕 你说那个买不起济南的房子 可以让他爸妈把地和房子卖了 说现在有很多的儿女 都是把父母接到大城市的 你这后半句话说的是很对的 但是人家没有说 老爸老妈 你把房子把地卖了 到大城市来跟着我过 看孩子给我们做饭 可以 处得好没问题 但万一哪天老两口 要是过得不开心 他回哪儿去 他连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 你很多话往深了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挺吓人的 就是会让这小伙子觉得挺没安全感的 我其实一点都不否认他是爱你的 如果他不爱你 不会说当时是倾家荡产 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蓄 在辽城买了一套房子 你还让他怎么样 他现在砸锅卖铁 他扣不起那个买房子的钱了 所以这其实对他来讲 就是一现实的成分摆在那儿 确实我觉得这小伙子有些东西做得不好 你比如说这瞎承诺 为了把这媳妇赶紧骗到手 说了不少瞎话 但是现在到这儿 他确实没钱了 你想想 如果他就这两年在济南买不起房子 你想想 你还跟不跟他 如果你说 你在济南买不起房子 我就不跟你结婚 我觉得证明你对这个男人是没有感情的 你跟他所有的交往 可能都是建立在年龄到了 我该结婚了 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人 条件合适 我就嫁给他 如果一段婚姻只建立在条件的基础上的话 将来还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你好好想想 嫁的是人还是条件 如果真的只是嫁条件的话 咱们这个节目叫爱情宝贝战 我们不支持来谈条件 我倒觉得女孩从她的处境角度来看的话 是说你曾经承诺了东西 女人对承诺 尤其男人的承诺 非常非常的看重 我们可能是为了一时的得到 一时的快乐 所说的话 但对女人而言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是甚至比爱情更重要的一个信任 一旦你做不到了 那么女方自己就觉得 你看我跟你要结婚了 你说的没有做到 那女方的家人会认为说 你说的又没做到 那我女儿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她会担心 那怎么解决这担心呢 本来可买可不买的房子 必须得给我买 因为把钱花了 买了房子 我觉得心里踏实点 也算是对我女儿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放心 所以有的时候 你这一句话呀 给自己惹了很多的祸 还有 买的第一套房子 明明你知道不会去住 然后你也知道不会去住 那个房子是为了什么 面子 然后为什么还要第二套房子呢 也是为了好看 你看 我都等了32年了 如果我不风风光光的嫁出去的话 都没面子 你们俩 主要是说在面子上 不是说你物质 也不是说他抠门 主要是面子 所以说啊 别让今天的面子笑了 明天的李子哭了 所以说呢 到这个时候了 千万别被面子撑住 最后 俩人分开了 非常的不值得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我觉得跟小伙子说 爱什么爱 把你的爱收回去吧 在你没有疯掉之前 收回吧 你快了 接下来就是卖地 卖你爸妈的地了 女孩别哭了 找一个门单户对的吧 你在哭什么呢 说我听听 你在哭什么呢 怎么哭那么伤心 说得出来吗 说不出来啊 我一直在揣刺 你到底在哭什么 你大概是在哭自己的悲惨命运 哭自己 以人到三十 还被生活所欺骗 我们说 不倾我 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 故人不负我 不倾诺 就不要轻易许下承诺 轻易许下承诺的人 都是骗子 不信诺 不要轻易地 信别人的承诺 经常相信别人承诺的人 都是傻子 但我觉得你们两人的 说话有问题 你们的思维逻辑 都是怎么回事呢 就先把对方当傻子 自个儿当一骗子 先瞒过去再说 最后发现瞒不过去了 又指着对方说 原来你才是骗子 比如说一开始 你们说 在山东辽城先买套房 买套房 婚姻就有的谈 你们把对方当傻子 结果这边呢 并不认为这是个傻子 行啊 你说买 行啊 我就先买一套 先把这事瞒过去再说 结果你们又要第二套 结果把他惹毛了 他说原来你们才是骗子 还有你 你说把父母接到城市里来 把房子卖了 把地卖了 如果真的接到城市里来 你们一家四口 怎么生活 怎么孝敬老人 怎么解决他们在城市当中的一些 赡养问题 你想过吗 你们一天到晚上班 有人陪老人家吗 你想过这事吗 你们都没想过 你们都觉得自己比对方聪明 先把这事先瞒过去再说 其他的我不管 这就跟那个杀鸡取卵和隐阵之客 有什么区别呢 女生你回答我 我刚才问的问题 你想过吗 老人真正接过来之后 你们四个人怎么生活 你想过吗 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 你是先把房子地卖了 然后有钱把这先买到房子再说 你是这样想的对吧 我想了以后有钱 我再买个大的 有钱再买个大的 再把他们给分出去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想了就是把这个小的卖了 然后再买一个大的 我们俩一起努力 你没明白我的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把老两口接过来 对你们俩一块住是吧 那你想过 你们四个人住在一块怎么住吗 老人家的生活怎么料理吗 你想过吗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过 就像男生在辽城买第一套房子 花了三十万 他也没有想过将来在济南 肯定是还是要在这生活的 因为他不根本不可能过去 但他没有想过 先把你忽悠过来再说 你们没有想过 正儿八经结婚会怎么过 真正的困难在哪 你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一块过日子 就先赶快把婚结了 凑合了再说 所以说你们这样的感情 让我们怎么说 我对你们俩没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 生活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点制度 既然到了这一步了 总得想一些办法来解决 如果你们还在一起的话 想在一起的话 辽城的房子卖了呗 拿去付济南的首付呗 当满意生活的教训呗 就像图老师说的一样 别欺骗和自我欺骗了 咱是什么条件 咱就过什么日子 现在只考虑一点 够不够爱 愿不愿意为了爱和婚姻 抛弃过往的一些成见和错误 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都通通的抛掉 重新开始 这个真的需要你们自己的智慧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其实咱俩在一块都两年多了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希望你也不要太跟我计较 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口不择言 我说你说的比较重 我还是想跟你走向婚姻 其实我也是就为了你的承诺 给不了我 你为什么要给我承诺 而且给我承诺也无所谓 为什么你当上我家人也承诺 其实我就是为了面子 说实话你也不该骂我 现在我也想了 要看你的表现好的话 我想了把表层的房子卖了 就咱俩在没头 两位交换你们自己的秘密 还不知道这个箱子里又藏着什么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最后的选择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了 我看看男生的秘密是什么 当你提出愿意接我父母来一起住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我会克服一切困难 在济南给咱们安一个家 骗 继续骗 你们俩继续骗 不 你们还是面对生活吧 愿意嫁他吗 当时我怎么想的 你愿意嫁他吗 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他有压力 后来的节目我知道他的压力也挺大 所以我现在就想着把两层大房子给卖掉 然后想着以后得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好了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 荷兰 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 谢谢两位啊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提供的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好吗 开始 停 一千块啊 恭喜恭喜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 老婆 我爱你 我知道咱中间有一些磕磕碰碰碰 但是我还是想一直跟你走下去 我想跟你一块共度一生 你愿意原谅我 愿意嫁给我吗 什么 involved in the world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队 来各位请看 喜欢传统的文化 我觉得她也是个挺有才华的人 我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比较安静的 喜欢听听金句看看书 我是一个特别纯正的东北姑娘 喜欢说话直来直去 特别直爽 因为我觉得一个现代人 我们应该去逛逛街玩游乐场 她想要改变我这种性格 我觉得我们是父母的 但是她可能觉得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件事 然后一直有很多的矛盾 我们现在的摩擦矛盾 导致了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想尽快地解决这个矛盾 道理是传统与现代不能交融 还是性格之间不能互补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谷23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婚礼主持 女嘉宾小鹿22岁 来自辽宁是一名婚礼督导 来有请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啊 是 你呢 我愿意 这是有这个秘密 乡以来第一个说不愿意公开的 有点意思 一直在生活里就穿成这样吗 我因为是比较喜欢古典的 所以平时生活中穿的也是这样 古典意味着就是悠悠地说话吗 没有 我因为学美术 所以平时在画室里面画画 所以也很少说话 可是你的这个资料上面 说的你是婚礼主持啊 是 我觉得是特别意外的一个机会 让我变成主持人了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13年一次婚礼上 然后朋友把我介绍到他的婚礼上做度早 然后就认识了 谁先主动追求的谁啊 我俩在一起呢 也是挺偶然的 因为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是有男朋友的 但是因为我以前的男朋友 感觉他不是太上进 我不喜欢那样的人 所以说后来我俩分了 分手那段时间 他也就是一直在安慰我 后来我俩就慢慢在一起了 日久生醒是吧 对对对 没有就是看一下 难得在这舞台上 有这么安静的男生 他平常也这样 跟他说话特别特别费劲 我说十句他能回忆一句 这片子里面还说 你喜欢京戏是吧 是 供什么呢 老生的 供老生啊 来两句 我正在城楼 观山安静 耳听得城外 乱纷纷 今起一朝战 空翻那一球 原来是四马 发来的兵 您今天也准备唱一出 空城祭似的 惜字如今 一句话都不说 那你当时看上到什么了呀 我感觉他这个人 也是挺有才的 而且他在婚礼主持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就特别能说呀 包括跟新人方面去沟通 那是工作吗 就感觉工作和生活中 完全是两个样子 当初也没想到 他生活中就是 这么呆板的一个人 他呆吗 我朋友叫我去酒吧玩的时候 然后他就穿这身去的 很多酷啊 但是酒吧里穿的 就是都是比较时尚的 突然整出这么一玩 我都是哭笑不得了 然后我朋友就瞅 你怎么找这样呢 然后我就上时 我说也挺好的 就是我就夸他好嘛 因为男人在外面都要面子嘛 我就夸他 我说特别有才 他还不领钱啊 他就说那我穿这样怎么了 那理直气壮呢 我觉得是他那些朋友的思想有问题 我觉得我穿中式的完全没有 像现在很多人也穿中式 我那些老师都穿中式的 咱不说这个服饰问题了 这都是小问题 这有什么好闹的吗 就是我俩因为这个性格方面 就是经常经常闹矛盾 就是我个人喜欢听 梁静如的演唱会 就暗示他 我说我想去看梁静如的演唱会 然后他说嗯 然后后来他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我明天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可高兴了 结果这第二天化好了妆 又换好了衣服 美美地出门了 到那家伙又给我带你剧院去了 我觉得听戏也挺好 我化的那么美的妆 暗示你了 然后你带我去听戏了 你是给我惊喜吗 你是给我惊吓吧 后面明确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那天那个戏那个票很难弄的 好吧 你平常知道我不喜欢 你爱这个女人吗 爱 爱她陪她听个音乐会有什么不行的呢 但是她之前没跟我说 而且我觉得那种流行歌曲跟京剧比起来 我还不如去听京剧呢 那些歌词全都是讲亲爱呀 什么千篇一律的 还不如听听那些 那些人之离心的传统故事 我觉得更能激发我一些灵感 你一三五听京剧嘛 二四六听演唱会不影响啊 那不但演唱会不去听 她平常上诞节也不过 情人节也不过 然后朋友他们都出去玩了 省钱啊 但是我想出去玩 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们两个这个年纪就正好需要一些浪漫呢 然后她就死活就不过 心情就是当情人节 上诞节的时候就特别低落 我觉得那些外国的节 他们那个万圣节都打扮得乱七八糟的 乌烟瘴气的 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那种形象 我那天连街都没出现 那我还不能接受你这种形象 在家唱这过子 她去KPV上去点手京剧 就是就雷到大家了 我觉得他们这些朋友 应该去接受一些这种传统的知识 不应该就一直就是在这种 现代啊潮流啊 这种很浮夸的 你已经把大家震到了 你的威射力已经达到 别人无法能及的角落了 是你的那些朋友让我去唱好吧 我本来在那待着安安静静的 我就想歇一会儿 那些朋友非得让我唱歌 我什么歌都不会 我只能唱京剧 那你自己在那儿一个人待着 我朋友怕冷落 你想让跟我们一起玩有错吗 我跟你那些朋友 本来性格都不一样 他们特别闹着 那是我朋友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 那你就不应该合情一点吗 你本身就是带我去那种地方 然后我已经去接受你了 然后就是慢慢去适应这种环境 我家里唯一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那天带他所有朋友 到家里去开一个party 然后我一开门 就发现有一个男孩 穿着我的戏服在那耍 我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你生气 你说我朋友没有教养 是啊 他没经过我同意拿我东西 就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那怎么就没教养了呢 你说人家没教养 正常人都应该知道 没经过别人允许的时候 怎么能动别人东西 我邀请来的朋友呀 据我来说那个戏服 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外行人 我也是一番好心呀 我想让你融入我的朋友圈 想让你这个年纪 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 不喜欢他那些朋友是吧 是 而且平时我和朋友在一块喝喝茶呀 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在旁边那个电脑音响 放的一些流行歌曲 然后非常的吵 特别是半夜的时候 他这个人特别喜欢熬夜 然后我基本上十点前就要睡觉 我就快睡着的时候 他就开始唱歌 我觉得我为他 我还是好奇 为他已经改变了 我去跟他去KTV去酒吧 那些我特别不喜欢的环境 他怎么就不能为我改变一些呢 我要为你改变 然后我也穿成中山装 穿一个中式的旗袍 盘一个头发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除了性格对他不满 还有什么对这姑娘不满的吗 就是前段时间 他前男友过来找我了 干嘛呀 他跟我说 他一直和前男友还有联系 而且经常就会打电话 跟他说我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 要干嘛呢 他就想我们两个人分手 然后他和他前男友继续在一起 那你们俩沟通了吗这事 我不知道他去找他 因为我和我前男友 我俩是一起长大的 是老乡 然后都在北京 我觉得这个硕大的城市里 我自己也委屈了 我说没有人去倾诉 那你也不应该跟前男友倾诉啊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正常的朋友 他小时候就想对待妹妹一样对待我 然后他就说我跟他偶顿四连 你要是想跟我分手了 你就直接说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方式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有什么话我就会直接去说的 姑娘是觉得委屈 她冤枉你的是吧 对 就觉得一直想要让她更好地融这个圈子里 没必要 你可以喝喝茶 可以看看戏 但是平时都可以 你可以有更多的生活乐趣啊 我觉得我这样的性格没什么不对的 而且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我喜欢传统的文化 那你干嘛不找一个跟你一样 喜欢传统文化的女生在一起呢 就是因为我们合作特别多 然后平时接触的比较多 那就做工作伙伴好了 你跟他谈恋爱累吗 我不觉得累 你不觉得累 那咋不早走吗 两个人在一起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就是我一直想改变他这种 就是想改变那个性格 那他一辈子改不了怎么办 他就这样了 那我觉得那真是只能做朋友 做工作伙伴 穿什么其实不重要 喜欢什么也不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 是不是能彼此的合合拍 倒是挺重要的 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孩 你看你找一个那么时尚的 漂亮的女朋友 其实你内心当中 对于时尚的 对于这个时代的 一些新鲜的元素 是非常渴望的 但可能真的是你性格的原因 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一把钥匙 你一直在挽留你的女朋友 我觉得为什么 可能你就会觉得 他就是这把钥匙 如果他离开了 你可能就彻底的沉浸在这样的一个 特别闷的环境当中走不出来了 你的内心比较的封闭 不知道怎么去融入别人的世界 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在日常的交往当中会有一点点人际的恐惧 可能因为我以前学美术的青春时期基本上都是在画室里度过的 就是一个人特别安静的画画也很少跟人交流 所以我觉得可能古典只是你的一种借口 然后就觉得说你看我很古典 我唱戏 然后我听戏 你们听不懂 然后我很高深 这是一道屏障 让你把自己保护起来 你会觉得我即便不太善于跟别人沟通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所以这个小伙子你是一个90后啊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这道屏障给打破 我照样发现人家那个剪着那种特别潮的头发 然后穿的也特时尚 人家照样听精细的 这跟穿什么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关系 这件事上根本找不出来两个完全相似的恋人 都得互相的去靠拢 鉴于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兴趣爱好 我特别建议你们去做这种半周恋人 一周有七天的时间 你们可以拿出三到四天的时间来去跟彼此一块玩 然后你可以带他去听精细 你也可以带他去泡巴 但是剩下的半周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 各自可以有各自的朋友圈子 各自可以有各自的兴趣爱好 不要把两个人彼此都捆绑在一起 所以现在都特别流行这种半堂主义 不要甜的那么多 稍稍留一点气口 然后另外也是你一定要学会打开自己 当你把自己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但是千万别再把这个古典当成是一种借口 就说多了之后你会把自己限定成一个范围 我相信将来你的就业途径包括你的人际关系都会越走越窄的 这个小伙子看到你就看到了我 这种板吧有的时候挺累的 所以在找女朋友的时候找一个外向一点的 轻松一点的 其实找女朋友性格特征对你来讲是相辅 这个相辅是在于他能够护 女孩呢欣赏你的才华是源于他平时是一个大啦咧咧的人 这么一个认真上进给你带了另外一种补充 虽然两个人很合牌 你们俩的问题不是性格的问题 问题是你俩太过于自我了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如果想组成一个新的家境 你们要学会能够融入对方 学会包容彼此那个缺点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 在你们俩相识的时候 你是有男朋友对吗 所以因为对原来男朋友的不满意 你的困惑 你们俩走在一起 那么现在你俩又遇到困惑了 你的前男友又出现了 你的男朋友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倾诉着倾诉着 问题就来了 我跟你讲 我是一个心理医生 在咨询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叫疑情 当对方把很多人隐私 哭闹跟你倾诉的时候 会产生无限的信任 所以别说是前男友了 容易就情复发 就是一个普通男人 你亲自几次之后 就不通不知不觉的 把你的情感寄托到对方身上 一开始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时间久了 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要小心 我觉得这个男孩不爱这个女孩子 你太爱你自己了 能够走到现在 我觉得这女孩心里应该承受了很多的东西的 爱情这种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心嘛 所以如果你要觉得你活得很不开心 那为什么呢 你要考虑一下 有关于异性 在一生当中 我们会遇上四种人 第一种 情投意合是恋人 第二种 再加上志同道合就成为爱人 第三种 兴趣相投是朋友 第四种 配合默契是拍档 最幸福的人是这四个角色都是一个人 既曾经是恋人 后来又成了爱人 生活当中是朋友 同时又是搭档 这是最幸福的人 最痛苦的人 是四种角色完全错位 本来是朋友 却偏要做恋人 本来只是拍档 却偏偏要做朋友 因为这四种角色当中 有非常相同的类似情感 所以我们很容易混在一起 比如说 不管是恋人爱人拍档还是朋友 我们都有着喜欢 认可 欣赏 这三种复杂的情感 虽然这三种复杂的情感 在分别不同的角色当中 会有所不同 但我们很难分清楚 而且基于人性的弱点 最大的弱点是自私 所以我们很容易 刻意把它们混在一起 但如果要把这几种角色分清楚 其实要抓到三个诀窍 是不是爱人和其他三种角色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第一 对方是不是唯一而不可替代 第二 失去他生活是否会一如既往的美好 第三 在他的世界当中 你有没有对错 拥有这三点 我认为可以成立为恋人或爱人 如果没有 最多成为拍档和朋友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三点 第一 对方是自己的唯一和一切 三位老师都认为男生是保护自己 而板着的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 其实男生是把女生当成了拍档 但是女生却把男人当成了爱人 这是第一 第二 失去他是否这个世界会不再美好 女生在谈到伤心处的时候 潸然泪下 男生无丝毫的反应和动容 第三 在对方的世界当中 自己没有对错 只有爱或不爱 但男生反反复复的重复到几个字 我觉得我这种习惯 没有错啊 当一个人还在以对错来要求自己的时候 那只是朋友和拍档的标准 你做的对还是错 但是当你已经把自己看成对方恋人的时候 已经没有对错之分了 这是我所发现到 所以说如果当角色一旦错位的时候 也就是本来是朋友或者是拍档 却偏偏要去做爱人和恋人的时候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这是我所观察到 男生 某些情况下我们俩还有点像 那曲尾就不一样 说让他上去跳舞 他就能上去跳舞 我就不行 因为我怕丢丑 我喜欢板着 但是我只在大众面前板着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我从来也不板着 挺累的就这样吧 听明白了吧 可能是我确实对他付出的不够多 对不起 两个人是在一起 应该对对方付出一些 我之前也问过我的朋友 但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实在是没办法改变 没有谁的性格 我们这种人还有一种巨大的缺点就在于 一旦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找托词 没办法 我性格就是这样 我倒觉得老师们看得挺对的 壳太重了 卸下来吧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确实刚开始的时候 在工作中觉得很开心 因为性格不合的原因 我们也吵过很多架 但最后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觉得也许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对你包容太少了 对不起 好 我介绍你的道歉 但是我觉得刚才老师说得很对 也许咱们两个就是朋友搭档 更合适 好 写片上灯吧 女生 来 我们还有三种方式 可以再进一步地帮一下你 或者点一下你 来看一下 第一种你可以再听听 现场观众的意见 第二种可以听听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个是请图老师再为你指点一下明镜 你选择什么 我选现场观众吗 选择现场观众 问问大家看不看好你们是吧 对 来 各位 对于他们这段情感 看好的 选择赞成 不看好的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两个恋爱当中的人不合适分手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题 忧伤的蜜蜂 向图老师提问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快两年了 我们很相爱 就是我这个人有点小心眼 每到过节 她总是和前男友网上聊天 她告诉我 因为她觉得对前男友有愧疚 所以很关心她 但是我心里还是会很不舒服 我也不会告诉她我的感受 我要说她了 她心里也会不高兴的 我该以一个怎么样的心里面对这样的事 这仿佛想到一句电影台词 女生说 我以为你不在乎 男生说 其实我在乎 我只是装不在乎 哪知道你真的不在乎 我现在真的不在乎了 所以说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千万不要轻易地掩藏自己的吃醋 要让对方感受到 我是在乎这一点的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 更便宜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本节目的特别赞助 感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